那上個星期的話主要做了幾件事 不外乎就是做兩個圖 第一個圖就是統計出台北市的竊道 到底它的歷年的竊道案件是變多還是變少 所以我們第一個先從開放資料裡面找了這個資料 經概記得吧 這個資料其實是從哪裡 從那個開放資料裡面找 所以你就找一個開放資料 這邊就有了 然後這邊就有開放平台 平台裡面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輸入竊道 當然未來你們期中報告不見得一定要找竊道 你可以在底下分類有這麼多 也光生育保健 出生收養 然後求學 像今天有看到一個新聞 就有一個學校已經收藏了 甚至把財產捐給好像空中大學 好像在花蓮有一個學校叫什麼 什麼觀光學院之類 我忘記的名稱 OK 那底下就有想說 再過幾年 再過幾年 很多私藝學校也有可能會這樣 就是慢慢沒有學生 所以這個趨勢 那甚至是不是你可以想說 到底哪些學校最有可能的順序 這邊這裡面還有答案 那你們也可以把這個題目做出來 告訴我結果 老師我根據開放資料裡面找到這些相關資料 教育部有公佈 然後我看一下哪些學校 甚至你可以把排名前十名排除 這個也是一個蠻好的東西 還有扶兵役也是 最近不是國王物議在講 現在要延長兵役 有人說延長成為一年 有人說成為兩年 有沒有 兩年有點太誇張了 不過一年我覺得應該非常有機會 為什麼?因為現在募兵很差 沒有人想 本來募兵好像要募兵多少萬人 結果才去不到一萬 所以其實現在缺兵缺得很嚴重 那國防部長就說 他已經在延你了 至於什麼時候會提升為一年 還沒有決定 不過一決定下來 如果你們現在還沒有去當兵的 可能就要 我想他可能會才漸進的 可能哪一年先五個月 然後再變六個月、七個月 八個月、逐年調升這樣 有點像很久以前 我記得我們也是從兩年 慢慢調整成一年 但是他好像也是分成很多 每一年就遞減一年 慢慢減少 其他還有像求職、就業 還有什麼創業、婚姻 婚姻好像滿多同學也做 做什麼呢? 像到底現在結婚的比例是多少? 有多低啊? 我記得好像有同學做了一個 好像就是目前大概只有 二分之一不到的人 會想要 會結婚的 OK 然後好像又另外二分之一結婚之後 有二分之一的人又離婚了 所以最後有婚姻狀態的 恐怕應該是不是只有四分之一不到 OK 所以其實目前婚姻的狀況 其實跟以前的那種情況 當然完全不一樣 所以更不要說你們現在念的那個文學 像那個西香記有沒有 像那個崔茵茵要等張君瑞有沒有 他說要等三年之後要放榜嘛 有沒有?他去考 去進京趕考 三年之後才有答案 天哪 你說要等三年 現在女生誰要等你三年 三分鐘沒有回應 就把你給匯獲了 然後可能 現在LINE很方便嘛 你為什麼已讀不回 你到底在幹嘛? 你跟誰在一起? OK 所以以前的年代跟現在真的完全不能比 西香記那也才多少 在元朝 還是在明朝 OK 反正你們再查一下 就是西香記嘛 應該各位都知道吧 然後來衍生有很多的 一些相關的小說跟戲曲 蠻多的 那你可以想見 那改變多大 因為通訊的方便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完全是不一樣的 但以前 你說什麼 家書底萬金 對現在人來說 完全無法體會 因為現在人 你們應該完全沒寫 握實體的信件嘛 那我們那年代還有 那時候去成功領的時候 所有人最開心的時候 就是輔導長 他要發信給大家的時候 然後念到你的名字的時候 哇 欣喜若狂 簡直是好像 無法形容耶 因為你被關很久了 因為你在那邊 以前沒有所謂的週休二日 那你可能就是突然 有人寫信給你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當然女生寫信給你是最開心的 那男生的話 當然也是至少收到信 所以那時候我才發現說 我一定要寫信給 反正不管什麼人 我都要寫給他 叫他一定要回信給我 因為他有如果回信給我 我至少還可以收到信件 去領信嘛 至少感覺滿有面 因為一百多人裡面 唸到你的名字 你有信件表示 至少你是有存在感的 有沒有 是覺得你是被 被注意到的 OK齁 其他還有什麼投資理財等等 這個我就不講了 你們回去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所以其中報告 我主要是希望說 你們去了解一下開放資料 到底哪些是可以拿來運用的 主要是你可以找你比較有興趣的 像上星期 好像你們有同學 是做這個寺廟的 我覺得還滿好的 甚至把寺廟 把那個地標打在地圖上面 然後他可以去追究 這個到底跟以前的平埔族 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 或許啦 因為有些什麼土地公廟 他前面有什麼 有一些名稱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土地公的由來 那當然你會覺得很好奇啊 對不對 那這當然中間經過很多的種族 原本可能住在那邊的平埔族 怎麼會消失 跑去哪裡了 那後來的人 他為什麼會在這邊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 那當然其實台灣開發 過程當中還有 可能福建人先 福建還有漳州跟泉州 然後泉州又有分什麼 安息、山藝 還有另外一個叫什麼 安息、山藝 還有一個 童 另外一個 童安 童安 那這光泉州自己本身 也會有童中 就是在那邊卸鬥的 所以蒙甲 像最近不是發生那個槍案有沒有 青山宮 你可以查一下 這個其實就是跟 這個也有關係 三億跟童安之間的不合 所以大稻埕好像是童安人 因為三億人把童安人給趕到那邊去 雖然說都是全州一樣的人 比如說台灣 大家都台灣人 但是問題你是台北人 你是台中人 就不一樣 OK 埃特就是會有這種 蟹鬥 早期就有很多很多的蟹鬥 像我家附近那邊 我是住基隆 底下有一個 中元節 中元節 拜的那個叫老大公廟 老大公廟其實他的 最早是因為蟹鬥 什麼蟹鬥 就張璇蟹鬥 張州人跟泉州人 在那邊打鬥 死了三百多人 無名的 因為那時候其實只能夠單身漢來台灣 打一打打死掉 然後最後其實怎麼辦 全部把它葬在一起 就葬在那個叫 他取名叫老大公 老大公就是無名的 OK 那當然這些其實都會有他的淵源 所以其實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或許可以從這個資料裡面看看 有沒有得到一些收穫 然後跟實際上的一些資料做一個比對 得到一些心得 那當然這是我最想要做 就是實際上利用我們所學的 用在你有興趣的事情上面的這個探究 OK 這樣得到的結果 我覺得應該是還蠻不錯的 在這個年代應該用對的方法 你不要再用以前那個老方法 有沒有 那當然自然來你得到的結果一定是不OK的 好 那上個星期的話 我們主要是多增加了兩個欄位 一個是年 一個是區 那這個年這個欄位 主要有一個函數叫LEFT 那最後的話呢 統計出歷年來 有沒有 那這個標籤裡面好像還有102 1003 那這個兩個把它拿掉 最後匯製出 這個歷年的住宅切到統計圖 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 那其他的話呢 在這邊的話呢 就是各區的 那也許今天的話呢 我們假如想要比較一下 比如說我想知道一件事 到底其他六都的住宅切到案件 是不是跟這個台北市一樣 呈現溜滑梯的狀態 所以是不是全國的治安都變好了 那當然呢 我們第一個可以想到的應該是 我們現在所在的 桃園 到底桃園的治安 是不是也是像台北市 歷年來都是越來越低的 答案是怎麼樣 不知道 但是怎麼樣知道呢 然後我猜猜看不對吧 你要有數據 那數據在哪裡呢 實際上就是在我們這個開放資料裡面 所以你找竊道 搜尋一下 或者你找住宅竊道 應該會找到桃園的 所以你會發現呢 台北市在這裡 他下一個就是桃園的 所以你們待會兒 也許可以拿這個試試看吧 桃園裡面的話 他這邊有資料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不過他下載下來的話 一樣會有個問題 他這個是UTF-8 所以如果你直接開啟的話 有可能會是亂碼 那如果你假設亂碼怎麼辦呢 我講過你可以這樣做 你不要直接開 你可以先新增一個 空白的一個活業簿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透過資料裡面的 從文字檔這邊進 OK 就是你不要直接開啟他 因為他的UTF-8會亂碼 那你開之後的話 找到剛剛下載的地方 我下載到這邊有個下載 就這個檔 匯進來 他會多一個功能 就是說呢 他會去檢查你的編碼方式 是哪一個 然後他檢查到是Big-5 那不對啦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改哪一個呢 記得改UTF-8 那UTF-8 就是往上 大概差不多 中間再往上一點點 這邊就有了 你就找到UTF-8 這個選項 有沒有 然後直接呢 直接選到這個 點擊他就可以了 換一個UTF-8 他會重新幫你顯示出正確的資料 按載入就可以了 按載入 他就幫你載進來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 找到這個桃園的資料 一般習慣是把它轉換成範圍 因為他進來是表格 表格的話 將來會處理比較麻煩 所以把它轉換成範圍 好 這樣子OK了 再來的話 我們待會就是說 我想要知道一件事 桃園的治安是不是跟台北一樣 呈現下滑的狀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到底桃園哪一區的治安最差 台北是中山 那至於桃園是哪一個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那個 剛剛桃園的一些 這個竊道的狀況